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今天下午呢 举行他上任后的 第三场的一个媒体的记者会 好那么对于啊 这个台美关系 他除了呢 强调这个台美关系 是坚弱磐石之外 那么现在外界也会关注 接下来副总统赖清德 现在身兼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 八个八月中将出访 这个我们的友邦巴拉圭 来参加新任总统的旧式典礼 那么来一回都会来过境美国 那么在美国会跟哪些 美方正要碰面 那美方有哪一些安排 那么对此啊 孙小雅则说 目前都没有相关的讯息可以提供 不过呢 这个副总统过境美国 都是依照惯例 先带你一起来听 transits are routine vicepresidential transits happen have happened many many times in the past this is in fact this will in fact be the second transit that vice president Lai has had while I was the director here and given the really long distances that people are traveling these transits really are a way to sort of provide for safety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dignity of the traveler 好可以推进到呢 孙小雅说呢 这个台湾的副总统如果过境美国的话呢 都是依照惯例也没有比较特别 而面对中国的可能的会威胁跟挑衅 那么孙小雅也喊话 她说呢 依照惯例的话 事实上呢 中国不必要以这个当作借口来进行挑衅 另外呢 外界也会关注呢 在AIT的部分旁边就有一块地 那么要来进行扩建 孙小雅说 现在目前相关的计划都还在规划当中 也要跟其他的单位来进行安排跟沟通